有后转机她突兑一小时 6万元旅费逃不回 在布拉格的老城广场玩泡泡 美丽的杰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和匈牙利 让人向往 但台湾一名理性女子 今年2月参加康福旅行社的中欧十日游 却在泰国的机场就止步了 看不到美景 哭哭 女子控诉 她花了几6万元餐团 但出发后 班机在泰国曼谷中庭 也对着说要提领行李办签证 再回到登基门集合 没想到她在机场走失 一小时内她慌张扮了落地牵 知道飞机快起飞 才接到领队的电话还哀骂 最后她残被地欧包在曼谷 旅行社也只愿赔5000元 她气得提告求偿全额旅费 并强调当初报名说是直飞 若直飞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不过康福表示 当天长荣班机是技术性中停 领队有宣答 下期后先在登基门集合 上完厕所通过安检 再集合登基 没想到大家上完厕所 理性女子就不见了 当时找不到人 打不通电话 甚至广播协讯 直到最后电话接通 发现她跑去半落地牵 地勤判断她赶不回来 康福之好警长荣协助女子返台 处置没问题 法官审理后认为 女子无法指出是旅行社的负责人 或员工有过失 以及她受到什么样的损害 认定旅行社没有过失 判理性女子败诉 她不时美景没看到 近6万元的旅费也讨不回 动新闻台北报导